外資疾病 隨著醫學進步 今天外資疾病只不過是長期病患 接受藥物治療後 感染者的仇名和一般人無疑 不過社會上有部分大眾 甚至有部分醫護人員 對外資疾病的形式不足 因為這樣就產生了對感染者的恐慌 誤解和有而無以間的不平等待遇 有件及此關懷外資嘗試透過以下的宣傳短片 講述一個感染者在醫院發生的故事 和可能遭遇到的不平等待遇 在看著什麼? 阿Sir,為什麼我們院會接受感染者? 跟他們做手術不會很危險嗎? 你無論醫生還是護士都應該以平等原則 為外資疾病病毒感染者提供服務 包括內科護理、內科手術等等 醫護人員只需要檢驗遵守標準預防措施 就可以避免感染 但如果你拒絕提供服務 可能會觸犯殘疾歧視條例 明白了 真的明白 吃飯了 爸爸,起床吃飯了 好,好,謝謝 為什麼他要用激起碗筷子呢? 因為他有傳染餅 在吃飯嗎? 是 慢慢吃吧 好 先生,你正在吃嗎? 是啊 好吃嗎? 好吃 好吃 好吃嗎? 我認識了,不如麻煩你 你慢慢吃吧 好吃嗎? 嗯 今天病人的午餐是否你安排? 是啊 其實外滋病病毒在一上生的中間 只可以透過破損的傷口 接觸到一定數量病毒的血液才有機會感染 感染者和其他病人的餐具是可以一起清洗的 如果量血壓 退輪以餵食或者其他身體接觸的時候 亦都不需要陪戴手套、口袖或者保護服 知道了 謝謝Sir 那我們一起做事 我不會歧視感染者 他們應該得到多些關心和愛 我很同情這個病,感染了一輩子 我要對它好些才行 唉呀,怎麼說你還不睡呢? 病人要多點休息的,你先睡一會吧 其實你當我是普通病人睡的 我只是想要平等的對待 不要因為我這個病 也得到更加好或更加差的待遇 多謝你明白我這個病 雖然現在暫時沒有辦法能夠完全根治到 但我很健康 應該能夠做到我想做的事 以及過到我想過的生活 我明白了 你好好休息吧 謝謝 謝謝 好多人普遍認為感染者身體好弱 離死亡好近 又或者是感染者得到傷風感毛 就會致命的錯誤觀念 其實香港自1996年引入雞眉酒療法後 感染者只要願意接受治療 他的壽命和身體機能都可以和一般人一樣 醫護人員只需要以平等原則 按感染者當刻的真正需要提供服務 過多額外的服務和關心 可能反而令到感染者尷尬 其實病人和醫護人員只需要互相體諒 和溝通 這樣就可以減少誤會了 謝謝